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 我们弟子规的学习 上一节课告一段落 有没有哪一位老师在这一段期间 你在教学上 透过弟子规的内容 有一些领悟 收获的这些心得 看有没有愿意分享一下 我们上了不少节课了 林文丽老师 你刚刚好像是要去调什么 我还以为你举手了 还我高兴了一会儿 要不你就顺势而为吧 这个讲两句都可以 这个我们跟同学们上课问问题 在讲台上都觉得 哎呀 怎么都没有小朋友回答 可能也是我的果报 现在我小时候没有好好回答老师的问题 现在我问题也没有人答 我们现在教学啊 这个古人说 为学第一功夫啊 要想得福造之气定 第一功夫没有 那就没有第二功夫 第三功夫了 一年级没有读完 上不了二年级 所以一定要调福 心服气躁 那可是现在的孩子有手机啊 大家觉得有可能不心服气躁吗 再来 我们老师在手机这个境界 我们当父母 在手机这个境界上呢 我们自己过关没有 我们在分享地质规的时候 提到地质规每一句 它含色了身教 而且身教在前面 没有身教 有言教 这个言教会打折扣 甚至会适得其反 所以在菩萨适得当中 威夷助持有则得 以身作则在前 这个之所先后还是很关键的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之所先后 则竟道以言 威备助持有则竟道以言教 接下来是言教 柔和直直 设身得 而且我们 自己 在要求学生的时候 假如自己做不到 感觉底气 感觉底气 挺不够的 那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感受 继续存在 假如在讲的时候没底气 那可能我们提醒自己 那我要以身教来带动 就像孔子 他教学的态度 真子观察出来了 闻善必公亲行之 然后导之 他闻到好的教诲 亲自去落实 不是路上听了道理 就讲给别人听了 自己先去落实 有感悟了 唯唯道来 给学生讲 叫闻善必公亲行之 自己做了 然后导之 才引导 我刚刚抛了这两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手机的问题 我昨天听到刘树云老师 大臣吉夫 觉得现在手机的问题 不输给1840年鸦片战争的问题 这个林哲学 静鸦片 那时候 有亡国灭种 但是我感觉 现在的严重性 大家觉得比那时候 情还是重 当时候 当时候吸鸦片的人 也有限 还有理智的人 他不会去抽 虽然抽的人 确实蛮多的 我看林哲学 下大决心 虎门 硝烟 净鸦片 烧鸦片 烧了几天 我好像看过一个资料 就是把当时候 我们中国人抽鸦片的 那个姿势 好多张 跟现在看手机的姿势 几乎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手机会上瘾 而且他不是少数人 现在是什么 现在我看超过90% 应该不夸张吧 所以刘老师说 三代人都是低头主 这个事情严重了 你看我们老师 传道授业解惑 师哉师哉 童子之命也 对孩子一生 命运 对孩子一生的成败 老师的教诲 很关键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 好好 思考思考 我们的孩子们 现前跟未来 面对的挑战有哪一些 我们做他一生的贵人 看看他一生会面临哪一些 静缘 考试 他现在跟未来 要面临着一些静缘 也看现在身体 得慢性病的 癌症的年龄 一直在往前 甚至有不到二十岁的人 能中风 以前都没听过 现在有了 乱吃 血管都堵了 这个不是五六十岁人的事 还现在身体的问题 心理的问题 我当时候教书 就有发现学生 拿美工刀 在自己的手背上画 我当时只觉得很心疼 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 这是精神抑郁 当时还没有 忧郁症抑郁症这个词出来 其实我眼前的学生 就有这个现象 我看过一篇抑郁症的报告 说很大的比例 忧郁症的人 很大比例 因为家庭成长 造成负面情绪 这个可能是 从这一生来看 比较主要的因 佛陀有一句教诲 这个我们应该是很熟悉 其实这一句教诲 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佛法无边 这一句就含一切法 叫万法因缘生 万法不是算九千九百九十九 然后一万 叫万法 这个万字不是数字了 这是包含一切法的因缘所生 因是主要的条件 缘次要的条件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果相不好 只要能分析出因跟缘 对于其他的人来讲 可以预防 对于当事人来讲 可以改善 所以都能解决 预防 我们懂得家庭的影响很大 那夫妻 你要成立家庭 要建立共识 其实老师讲经常说 那这一点 承得亲身验证 我成长过程 我没有看到长辈 互相责骂 没看过 老师讲的时候说到了 我们传统的家庭当中 长辈都有一个共识 在孩子面前 不能给孩子不好的影响 这有一种责任心 哎呀 我忍不住了 这是责任心不够 责任心就会考虑孩子 考虑大局 为什么忍不住 还是自己的感受 自己舒不舒服 排前面 我们现在已经修行了 假如还常常觉得 我忍不住啊 那不是外面境界的问题 那是我们的念头 我们把我们的念头 什么排第一 我不舒服 我不高兴 假如这个念头是在大局为重啊 不能给孩子不好的影响 其实念头一转移了 你说那个脾气在哪里 脾气是因为有我啊 我撑啊 假如念头是在为孩子考虑了 这个我就淡下来了 他就削弱了 他不会一直好像忍不住的一种态势 不止家庭哦 学校里面呢 同事之间相处 学生也看在眼里 学校团体也都要记住 大局为重 要给学生好的影响 不能在学生面前 批评其他的老师 这都要忍住 那这个刚刚分析的 幻法因缘生呢 那还有一个重点 我们要护念孩子 我们分析得出 他的因在哪 缘在哪 分析清楚了 才能调整 中一说的 对症下药 而且说实在的 我们今天要 互念一个学生 我记得 我当时候有遇过四大天王 我都会到他们家里去 家庭访问 了解家里的状况 其中一个 我还用了 我小学老师的方法 把他推出来当班长 当时我老师也是把我 推出来当班长 后来我的成绩 就没有再调到三名之下 哇 你看用对方法 效果显著啊 我以前成绩都没有 在前十名的 都是十几名 不会吹灰之力 就做了一个动作 成绩就上去了 那这个学生 后来转变也是很大 因为还是挺讲义气的 后来他成绩也提升很快 好 所以我们当老师 分析因因果果的能力 要不断提升 好 那我们看学生 要看得清楚啊 首先看自己 要看清楚 自知才能知人 自爱才能爱人 我们又讲到 知所先后 择敬道义 大学里面有一句 很重要的话 今天讲的都是 大学的句子 好 好 耳之其恶 物耳之其美者 天下嫌疑 你喜欢他 知道他的不足 讨厌他 还能看得到人家的优点 这样的人不多 很少 为什么看不清楚了 因为有一个喜好 心就会有点偏 所以大学有试句 这也对我们提醒 因为我们是用心去处理事的 心偏了 能把事情处理好吗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心是本 我最近遇到家庭主妇 孩子玩手机 他也是很痛苦 我在跟他聊的时候 你看那手机都是他爸爸 他爸爸给的 他爸爸为什么不处理 还要我处理 你看他这种状态 能不能把事处理好 而且讲话 古人有一句很重要的提醒 心平气和 才能言 带有丝毫情绪 先不要讲话 不然效果不会太好 甚至还会反效果 这个都跟物本有关 我们今天要去处理一件事 用佛门讲 叫依报 我们在境界里面 很少会这么思维 佛法用在哪里 用在一切时一切处 我们只要不思维 本在哪里 我们一定着到像里面去 一着像就很容易牵动我们的情绪 不举余像 不能着像 一着像就动心 动情绪 要拉回来 复好自己的心 因为自己的心是正报 我们处理的那件事是依报 依报随着正报转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班级带领好 在哪里下手 在自己的心念上 老阿尚有一个善行的墓宝 写了吕氏春秋的一段话 凡事之本 所有事的本是什么 必先治身 就是修身 你要齐家 你要治国 你要做好领导者 一定是在自己的修身 成其身 则天下成 治其身 则天下治 为天下者 这一句话是治理天下的天子 不于天下 不是思考要碰这里碰那里 而是在自己的修身上 这个就是抓到本了 群书之药里面有一个公案 储庄王 登上君王的位置 知道有一个民间很有修养的独书人 叫詹和 哇 走了好远的路 终于去拜访这个贤者 这个寡人 接了这个楚国的军位 哇 这个江山社稷 你赶快告诉我 怎么把国家治理好 这个张和说 成子之修身 不懂治国 这是人家谦虚的话 结果这个楚川王 因为他去的时候 脑子都在想什么 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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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看对方说 只知修身 不知道治国 他就急了 我跑那么远 你赶快跟我讲 结果张和看国君很着急 他也严肃起来了 成没有听过 生修和国家会乱的 也没有听过 生乱和国家治的 总没听过 所以治国之本在生 我君王 你跑那么远来 我不敢讲 字末的东西给你听 我把根本告诉你了 这个拉回来 我们从事教学了 我们有没有每天在重视 自己修身的提升 就好像刚刚我们说的 要想得福造之气 定 我们一天 只要看手机 超过二十次 这个心能定 不大可能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我讲的话 那当我在那里 小朋友 不要看手机了 你看我底气过不过 我也曾经看过小孩 手机在前面 如如不动 那个是果 因在那 他父母从不玩手机 只有在打电话的时候 有联络事情 那孩子还小 他没有什么事 他也没看到 父母在滑手机 好 讲到这里 我看我得带头 放下手机 老阿上 我觉得我不听话 你看老阿上说了 手机 走就丢掉了 当然 你得处理事了 你还是要用 不要太激动 但是要你用它 不能它用你 不能变成它控制你 上了影了 不行了 但是假如身边有人 可以替自己处理 你还放不下它 那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吧 所以这个都不能自欺 好 诸位忍者 假如你们打电话跟微信 我都没有毁的时候 可能就是我下定决心的时候 你们更要祝福我 不可以生烦恼 我也曾经 因为自己带的团队 这些主要负责的干部 你也得互念互念他们 当然也互念好一段时间 我也常常跟他们说 我说你讲话要好气 你处理事情都要时间 可是我们要深入精脏 你没有精力跟时间 你没有精力跟时间怎么深入 那以成德的因缘 假如能够专注深入精脏 有所收获 如果解行有所受用了 那就可以供养给大众了 这应该是自己最有意义的事情 可能给大众最大的利益了 因为我也不是不识人间阴火的状态 干了21年 也经历不少大小战役 所以人世的历练也积累了一些 可是你不深入精脏 很多这些重要 古人看得很深 看得很广的 这些部分 我们可能就没有很好的学习到了 所以要做一些重要的调整 都要下大决心才行 现在突然想到一句话 能舍非无情 有时候舍了 才是真正的有情意 刚刚跟大家提到物本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身 所以我们从事教学 甚至于我们当人家的父母 当人家的领导 都要把修身 摆在第一位才对 那我们继续这样思维下去 修身就这么要修心 那现在结论 要把什么摆第一位 把念佛摆第一位 怎么修心呢 不念佛就打妄想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即结业之所 佛号少了 妄念多了 定不住 事情要处理得很 周到圆满 也不容易 所以我们细细品味一下 不只茶 要品茶 老和尚 李秉兰老师 黄念祖老师 他们的法语 我们要好好地品 真有法味 黄老师说 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当唯一 但是要摆第一 有没有人反对 黄老师一句话 可以反对 在佛门里面 非常民主的 佛门开会叫结末 寺院里面出家人开会 叫结末 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没有 没有这条 佛门的民主是 只要有一个人反对 都要尊重 这有味道了 但是佛门规矩也很严 你犯了根本戒 那就不能再进了 出家人的行列了 断头罪 杀 杀 盈 妄 妄 妄 大妄语 所以佛门也很严格的 你不严格 很容易就散漫 放逸 放纵 就不行 有一个人反对 有一个人反对都要尊重 但是这个反对的人 你不能是胡闹 不然又要被罚得很重 你讲出来有理由 大家一听 可能就调整 所以你要言之有理 也不能乱反对 既然大家都不反对 黄老说的 把念佛摆第一 请问大家现在有把念佛摆第一吗 大家现在一天念佛念多少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现在一万一千九百二十 我不敢少于一万 当然了 大家不要拙在一万这个数字 有些人念的慢 有些人念的快 你不能念快了之后 心都是乱的 那变成自欺欺人了 没有意义了 定须喜 要喜定 念佛读经 你很专注的时候 就是喜定 自行一处 这个都是喜定 所以知道 悟到 做到 得到 我们现在知道 要把念佛摆第一 但还没有悟到 真重要 你体会很深刻了 然后你真肯去做了 我们都是成年人 别人推我们 推不了 推有时候还反效果 让我们起情绪了 反而闹情绪了 反效果了 所以 诸位忍者 要不要推人 不要推了 怕反效果 当然你推下去 他会开悟 你可以推 推了反效果 别再重蹈覆辙 这个大陆是念 从道覆辙 当然是临门一脚 真的有把握 他真的会醒过来 当然是可以 但是不能再重复 错误的做法 错误的做法 刚刚跟大家有提到 你要先自知自爱 你才能自然爱人 大学说的 身有所分治 不得其正 你起情绪了 对自己没好处 就不自爱了 一起情绪 一定影响到别人 就不爱人了 有所恐惧 不得其正 我们一生起这些情绪了 你要把事处理好 不大可能 有所好要 不得其正 你喜欢什么呢 你就有可能 看不准了 有所忧患 担忧害怕 就不得其正了 我们现在在思考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 掺杂着 担忧的情绪在里面 那你的心不正 你要事能考虑得很深入吗 很周到吗 所以心地功夫 很重要 大学这四句 得下功夫 好要 贪 分治 沉 忧虑恐惧 就是吃 愚痴了 事情还没到 瞎操心 瞎害怕 不理智了 愚痴了 用精教思维 正思维 不能被情绪牵着走 我刚刚抛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我们结束地之规的探头 大家有没有心得要分享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当然我不会强人所难 大家不要紧张 第二个问题 手机的问题 手机 我们有身教吗 有身教才有言教 再来 家庭跟团体学校的氛围 如何 一个家庭里大家都在玩 你说能不玩吗 能不被控制吗 那不可能 明显感觉 人现在 听课的状况 不知道那个智能型手机 是15年 还是 是不是15年 前后那个时候 开始出现了 1213年 开始出现了 现在好像半班上课 不好照学生 可能都被手机管住了 甚至于 我们开课 青少年 汉学营 规定收手机 有人就不来了 以前不离不弃的是手机 不是 以前不离不弃的是夫妻 现在不离不弃的是手机 一机 一机在手 天长地久 一机不在手 魂都没有了 这首诗写得不错 警示诗 警惕我们 世间现在面临 最大的挑战 有没有哪一个老师 你曾经在班级里面 谈用手机的问题 我们今天可以花点时间 切除切除 我们都不可能回避的问题了 好 我看这个问题 假如没有人举手 我们可以准备准备 下礼拜 来讨论讨论 或者你刚好教学 各案讨论 失败成功 都可以讨论 失败为成功之母 为什么失败 关键点在哪 我们刚刚提了一个问题 我们要改善一个结果 因缘一定要分析得出来 不然从那里改善 有可能 我自己分析不出来 但是拿出来探讨 找到了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个案 这个孩子的手机 被老师没收了 然后老师给妈妈打电话 你孩子手机要没收多久 这个妈妈 同意了 结果孩子 都不跟他讲话了 生他气了 他也不知道原因正在 后来我就问他 老师打给你的时候 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他说我心里就想 活该 被老师没收了 我这么分析 才分析出来 为什么他的孩子 情绪这么大 活该两个字 是他心里的活动 没有讲出来 小孩子很敏锐 都 不过小孩子有一个特点 他做错什么事 不一定会认识很深 可是他要感受别人的心念 或者看别人的错 他也很厉害 我记得当时候 有同学错了 跟其他同学说 你看这个同学错在哪 最先讲的 而且可以讲好几条的 都是班上最调皮的那个学生 他犯的错比人家多 可是他讲别人很厉害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讲到 我小时候回外婆家 怎么都不说外公家 都是外婆家 显然女众比较重要 所以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 不是 家庭主妇 没有说家庭主妇 而且这个词是孔子说的 在孔子家瑜里面 妻也走 亲之主也 亲人当中 主最关键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他的夫人 家庭主妇 我是学群书之友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重点 所以都说回外婆家 很少人说回外公家 刚好路上 这个司机 技术不是很好 掉水锅里面去 结果他排气管有一点损害 到了外婆家 我母亲付他车费 额外又给了他五百块钱 这个可是四十多年前的事 大家要有动态观察 那时候的五百块不小了 我在旁边 我母亲也没有注意到我 可是他做这个动作的心境 那个磁场是收到了我 体恤到人家是劳力赚钱 不容易 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的心念 不要以为孩子感受不到 孩子烦恼比我们少 他的感受力没有比我们差 那我们留下一次 再来个案研讨 实在实在 同子之命也 其实 这个问题不解决 我们的孩子都越来越浮躁的话 他学不了真东西的了 他心定不下来 真东西都是心信之血 第一关没过 要降得福造之气定 过不了这个关 法入不了心 所以佛门有一个词叫法气 气明才能把法接住 那我们也要问问自己 我遇到任何境界 有哪一句法会随时现前 还是我们真正在境界里面 一句都提不起来 这个要自己检查 跟人家论道理 也可以讲一套一套 可是真正在境界当中 用不出来 论语当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这个也是 言回 我们是学圣教 不能不研究 孔子 言回 首先我们从事教学 一定要深入研究孔子 因为他是我们当老师的态度 自胜先师 我们教学 离开了他的教诲 我们变成造业 不忘了他的教诲 那功德大了 因为你教一个孩子 不是影响他一个人 他会当人家的父母 他会当人家的领导 他正确的做人 做事态度 一定会影响 他生命中的人 而源头是你交给他的 所以你功德无量 所以我们看春学旧语 我们复习一下 现在学东西 学义变不够 很容易忘了 顿晚的父亲 顿智 宋朝 读书人 顿智 他只是一个教书先生 到他儿子顿晚 大学士 结果皇帝 静试 考试考完了 颁布静试 这是殿试 颁布谁 考上静试了 这个顿晚是大学士 他在皇上旁边伺候的 结果就念到他弟弟了 他赶快下殿 谢主荣恩 谢完了又上来 又念到他们孙之辈的 又下来 谢主荣恩 跑了好几大 这个皇上看了都好笑 最后 有一个大臣就说了 这个大臣讲话也是 恰到好处 说到了 你看一年 他们邓家几个人上榜 这个就是邓智老先生 教书认认真真得到的果报 所以这个孔子给我们表演 认认真真教书传承文化 激善之家必有余庆 2500多年 你看他的后代 都受到辟硬 甚至于 我听过这个孔家后代到了美国去 人家知道他姓孔 特别礼遇 而且现在美国有一些州 定9月28号为教师节 以孔子的诞成为他们州的教师节 所以孔子给我们信心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现在文化成传的难度 跟孔子那个时候比 孔子那时候难 还是我们现在难 我们现在有手机 我看比那时候难 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欢迎困难 老上都讲到 现在传承中华文化是5000年来 第一等好事 因为5000年来 没有出现文化沉传的危机 会断 孔子那时候是礼崩越坏 还没有到文化断层 香港有一个学者感叹 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民族 却在短短几十年 变成很短式的民族 短式到可以为了几百块 几千块伤害自己最轻的人 伤害父母 伤害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我们感受一下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没有学文化 在这个时代 几乎可以说 只有一条路走 叫行尸走漏了 没有灵魂了 那一定被欲望 玩乐控制住了 一个人每天抱着手机 他的魂已经不见了 魂不守舍了 你观察这样的孩子 心神不良 定不住 你看他玩手机的时候 好像专注一点 那是被吸进去了 那是上瘾了 我记得 应该超过25年了 当时候好像是雷九南博士 提到的 人在看电视的时候 那个脑波几乎呈现 是不会思考的状态 你长期都是这种状态 人就慢慢就顿了 难怪做广告 有效果就是这样 一看不会思考 就去买XK2 就去买 买这些 好 所以我们现在难度大 难度大 而且我们还是挺有因缘 我们还这么多老师 可以一起讨论 我们变成teamwork 一起切磋琢磨 共商量测 不然真的比鸦片 吸鸦片还厉害 刚刚跟大家提到要观察 颜回 孔子是老师的榜样 当然会观察的 也能观察到 孔子也是学生的榜样 要成为一个好老师 一定是一个好学生 因为我们要传给学生什么 你要传给学生怎么当老师吗 你要传给学生怎么当学生 他就会了 所以我记得 这几年前看到 群述之谣的一句话 知为人子 然后可以为人父 这个都是物本的思维 知为人臣 然后可以为人君 我们现在都不懂这些物本的思维 我去拿个MBA 我就可以当主管 他越这么想 我看当不了真正好的主管 而且你学MBA 到底这些意理 有没有谈到根本处 假如你学的那些 都是谈到枝末处 都是一些技巧 那你用出来 那铁定又是本末倒置的状态了 所以你真正要学管理 还是要跟孔子学 现在那些理论 他没有讲到根本处 你学了之后 不见得有意了 我21年前在海口 刚好人家邀请我去给他们公司的高管 谈一谈管理 那我首先就问这些高管 也不是很多人 十几个人 我说请问 我们今天要交流管理 你们首先想要管谁 他们很直接就回答 当然是管员工 你看他这个认知 没抓到根本 人没有抓到根本 人没有抓到根本 能真的做好事吗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这孔子教的 你自己要做得正 以身作则 你做得好 你没有命令 下属都跟着你做 你自己做得不好 你虽然命令他 规定他 他心里不符 他可能阳风阴尾都有可能 正者正也 政治的正是 首先正己才能化人 子率以正 俗感不正 这都是论语的教诲 所以这个认知很重要 所以这一句话 知为人子 然后可以为人 我们现在看看 几个当爸爸的人思考 我要先当好儿子 我才教得好我的孩子 我还没几个人 所以还是我的错 这个群书之谣 要再加把劲推广 他读到这些教诲 他可能就醒过来了 我怎么都没有 思考到这些根本处 知为人 成 然后可以为人君 之所以 是人 你要懂得怎么侍奉人 则之所以死人 你才能够去待人 说吧 你没有做过秘书了 你就能做董事长 我看不容易吧 我读这三句的时候 突然冒了一句话 加了第四句 知为人学生 然后才知为人老师 那我们要当好学生 那严慧也要研究 当然你看孔子 他也是 数而不作 幸而好古 这个都是他求学的态度 发愤忘实 乐以忘忧 学而不厌 这都是他当学生的态度 那严慧也要他观察老师 教他什么 博我以闻 约我以礼 博学 当然博学审问 圣诗明辩 这个是处于解的部分 解了之后 一定要约之以礼 要行 而且要行得很接地气 行到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去 亦可以服 判以服 这个判就是偏 一定要博学余文 解 约之以礼 行 才不会学偏调 地质规也提到这一点 但学文 就是博我以文 就是学理 教理 不立行 就长浮华 慢兴起来 就偏了 我也遇过 很喜欢学经教的同修 也跟我讨论很多 可是感觉 他听很多 他领悟不深 他问出来的问题 可以感觉 他学没有贯通 可以感觉到 我这个例子 我不是看一个例子 可以讲课了 可是问老而上的问题 就觉得他的领悟有限 才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刚好遇到一个同修 也是听经听不少 而且都有在讲课给人家听 可是可以感觉到 慢兴挺强的 家里 自己说了算 爸爸 哥哥姐姐 他 不会听 还得他们听他的 他要探讨这些教理 我突然问他一句话 我说你有没有 因为探讨了好长时间 我突然有一个灵感 我就问他一句 你有没有三个月 实实在在落实老而上 一句教语 我一问他也认了一下 当然我为什么说三个月 这个还是有考虑 中庸说 言回 当学生要研究言回 得回也三月不为人 这论语里面讲了 三月不违背人爱情 不是三个月零一天就违背 不是这个意思 三个月变习惯了 中庸还有另外一句 言回 得一善 全权福音 而福失之矣 他听一个教诲 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什么时候会提起来 欲境界就提起来 我跟同修问 他问了 你有没有老阿上一句 你实实在在去落实三个月 他提到看得破 放得下 我说你这个还是理 还是很抽象 你有没有真正落实 念念为他人作相 这老阿上说的 念念为他人作相 这老阿上的妙法 你有没有念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你念三个月 你念三个月 这一句教诲才能真正行下去 假如我们没有用三个月 落实过一句 那我们的解形还是不够相应 我们呈现出来一定偏 不要侥幸 不要跟经典存侥幸的心态 经典已经几千年了 不会错 为什么老阿上一直在强调 扎根扎根 扎根就是扎做人 就是扎理 就是扎五轮关系 五轮关系都是理 你看朋友 敬业要群 无相聚与谐谈 敬业就是对学业恭敬 很和全 朋友之间相处 和和 然后相聚 不要谈事事非非 谈吃喝玩乐 无相聚与谐谈 言非礼意 为之自报 都是不兴事与 要在正论 这个就是朋友之理 理行与朋友 兄弟姐妹之间 伯有重功 兄有弟功 长幼有序 理行与 兄弟 兄弟 夫妻 外内 为正 合而有别 分工 别再分工 而且很和和 互相感恩 合而有别 理行与夫妇 所以现在看到 学了佛 夫妻不合 老阿上有讲 你学了佛 家庭不合 学错了 学偏了 可是我感觉我们现在听老阿上讲经都有选择性 喜欢大经大论 一听华言 任言 好 好 一听老阿上讲家庭伦理 世间法 世间法 这是阿弥陀佛 我看这样的心态 是跟老阿上学 还是跟自己学 这个就很难讲 今天我们人做人的心境都不到位 我们真能体会华言普贤菩萨那些心境吗 人都做不好 人做普贤菩萨 现在看看这些现象 再想想 为什么应光祖师教导当中出现最多的 敦伦敬奋 闲邪纯尘 在哪里闲邪纯尘 把邪念 烦恼念放下 提起真诚 就在五龙关系里面 今诚所至 经时为开 真诚就能感动亲戚朋友 才能转静 成者物之忠实 成就一件事的根源 真诚 不诚无物 不真诚 什么事都做不成的 你哪怕现在事情在进行中 迟早出问题 不要侥幸 我现在感觉 这些句子都不能轻看 而且应主 包含虚云老和上 他们都讲到了 我们要出轮回 要断 首先断建货 八十八品建货 八十一品 施货 建货 古人形容 你要把建货 建货是顿断 顿断 不是一点一点断 而是自己的智慧 起造用 把建货给断了 那个要因界得定 因定开会 现在得禅定的人 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 我记得老和上在讲的时候 讲的时候 他们好像是 老和上说 听哪一个高僧讲了 得禅定的见过几个 开悟的没见过 那个都离我们好几代人 我们现在再拉回来 把建货断掉 古人比喻 四十里瀑布 结断 瞬间 四十里瀑流 结断 没几个人住得到 所以 怎么出轮回 念佛求生净土 可是念佛 求生净土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疆 我们不再造新疆 是我们懂得怎么做人 做事 假如我们不懂得做人 每天好多人因我们生气 生烦恼 好多我们责任也都没有净好 这个有亏自己的本分 你孩子没有教好 这个责任是父母要承担 这不是我讲的 三支经讲的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言 师之度 我们在轮场里面都有本分 师生关系 没有列在五轮 因为它这个关系里 跟三种关系都蛮相似的 师徒如父子 但是有时候 又像兄长一样劝他 又像朋友一样 跟他切磋切磋 但是都是本分 现在感觉 老和尚真有智慧 我们真有福报 老和尚的教诲 包含老人家提倡的理念 成德坚信 会影响当前跟后世的众生 尤其末法九千年 要靠这一本 汇集本 你看他老人家 宣讲整整事变大经节 大经课著 然后又有海贤老和尚表演 这个都为谁表演的 为我表演的 我不能辜负老和尚跟这些 可能都是极乐世界再来的 你看海贤老和尚 海贤啊 海慧圣贤 清净海慧众菩萨 海慧圣贤 你看这里面都有秘密 都没有太明显 但是我们真正静下来体会体会 一佛出世 千佛永代 来护念我们每一个有缘的众生 我记得当时候在如江 有一个教育界成就很高 已经退休了 那个都是拿什么国务院精贴的 很有成就的老师 刚好到如江去 刚到 我们去接他 结果呢 因为我们这个义工啊 都穿那个马甲 后面写了几句话 和谐社会 从我心做起 从我家做起 从我正做起 就写了这十六个字 他一看 眼睛瞪很大 这个话是谁讲的 铁定是高人 看老师上论理都是测 很彻底 一定是从自己的心 从我的家 这个是正报 家是一报啊 谁正报转 那你家扩大了 家是正报 你的社区 就是一报 慢慢的 带动起来 而 应主强调 敦伦敬分 已经看到 众生的根基 一直在往下降 我们这三五代人 根性下降的速度 相当快 你看老和尚 在开示的时候讲 在讲科著的时候讲 为什么上一代 出家在家 出这么多高僧大德 怎么到我们这一代 很少了 原因在哪 老和尚说 他早了几十年 终于 看明白了 上一代有扎根 你看李老 他们从开教开始的 经典都 从小读诵 所以他们讲经的时候 都影经据典 都不用翻书的 有童子公 老和尚只上过 好像是八个月的私俗 他的弟弟小 他六岁都没有这个机会 一下子 没有传统扎根的基础 老和尚为什么一直观察 也是看着这么多修学的人 不能得利 也是慈悲 一定要把原因找出来 所以我记得是 02年 我刚好到澳洲 尽忠学院学习 看到列出来的书单里面 有弟子规 了凡事训 阿难问是否 吉凶经 都是基础的 我当时很惊讶 但是我想起了一句 印竹的话 印竹强调 世间有大儒 才有高深 因为儒家教我们修身 教我们做人 假如轮场的道理都不懂 做人 根基都不老 怎么可能一下 跳到大臣的境界呢 所以敬业三幅 是修学的基础 而第一幅就是人天 再来是小臣 最后才是发菩提心大臣 请问不孝顺父母的人 能发菩提心吗 不尊重老师 不奉仕师长 能发菩提心吗 不可能 地上菩萨就表这个法了 开发心地 要从孝清尊师 所以老和尚 了解到 我们在 推传统文化 首先指定第一个 讲课的题目 就是 如何做一个如理如法的好人 要先学做人 而且是根据 中国的元祖 四千五百年前的元祖 教导他的后一 就是依白鹿东书院 那个刚 先学五轮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我现在发现 对这个五轮的道理 很清楚的 不是太多 我们容易学高了 比方说 我们现在的道场 做领导者 君臣我们懂吗 怎么为人臣 为人臣里面 有一个本分 叫做劝谏 领导者 有一个本分 叫纳谏 可是我有听到 进中学会 人家提不同的意见 这个当领导的人 马上说 若真修道人 不见事兼顾 你看会不会昏倒 还有说 我们这里是学六合径的 一下 人家提意见是为了团体好 一下就被你给封口了 马上人家就内伤 一个团体里面 都没有人提意见 这个团体 very dangerous 太危险了 你一个领导者 你底下的情况 不反馈回来 怎么 你有他心通 有六神通 你要下请上达 正通人和 大家有什么都不能商量 怎么会人和 都憋得发慌 大家都 我劝这个 这不是我讲的 老和尚 在马来西亚边 交代我们学生 边360 然后对着会长 干部们说 你们都要学群书之药 因为你带一个团体 本身就是为政 为政要重视什么 那天遇到一个领导 他说我最不会看人 我说你当领导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知人身 那你知道你自己不会看人 你要赶快去学 群书之药里面 怎么看人 你不能说我就是不会看人 那你就不用背因果 你用错人 你有责任 我是不喜欢当领导 当越高因果越重 还有 我觉得这个轮场不抖 真的我们用佛法 都用高了 用偏了 比方说建议这个领导 要培养 年轻辈的 培养接班人 马上人家对方 一句话过来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用操心 阿弥陀佛 你说我们这些世间 做人做事的道理都不懂 你说佛菩萨敢安排我们 我看人才安排我们 都被我们搞死掉 你要用一个人才 你要让他放得出手 看 手来 这是你领导者的 存心 你不是弄个烂摊子 让人家人才来给你 收拾残局 这是一个领导者的胸襟 刘备要用诸葛亮 也要让他能发挥 是吧 授给他全权 给他一支上方宝剑 给他一个玉玺 是吧 人情事理要懂 不然讲出来那个佛法 人家一时间也不知道错在哪 就觉得怪怪的 不知道怪在哪 因为我们五轮也不是很通的 只觉得怪 因为你不符合五轮 就不符合人情事理 所以李秉兰老师特别提醒 不懂人情 不懂事理 会伤天害理 会出事 这个话我第一次听 那么严重 伤天害理 现在想想 我们不懂五轮 不懂人情事理 我们犯的错误 世间的团体都不会犯 我们犯了 人家团体 谁不知道 领导者要听底下的意见 我们一下过去了 我这里修六合径了 口合无真 那那四千人一看 傻了 这个佛法不是学觉悟吗 怎么都犯低级错误 那谁敢学啊 我去加拿大的时候 有一个人来问我问题 我们呢 有一群人来学佛 看到我们讲课的人 夫妻关系这么差 全部不学了 都走了 后来还安排 那个讲课的人 来跟我交流 跟他太太 他就打他太太了 可是可以跟人家讲空性 讲得天花乱坠 可是你看 在他最近的人身上 完全用不出佛法来 孔子这句话 不能不重视 亦可以服 判以服 才不会偏掉 所以为什么老和尚指定 第一个讲题 就要学五轮 要做一个如理如法的人 不然我们一定继续造新疆 跟极乐世界的方向 会背道而耻 人都喜欢学高 不喜欢趋下来 最近不是遇到一个例子 好几个例子 都是 人家父母生病了 也不让人家回去照顾父母 在我这里功德大 回向给你父母就好了 甚至于人家回去照顾父母 就赶快要把人家招回来 这个都偏得太厉害了 甚至于要去 我们要去做老和尚的 要做的事情 结果父亲癌症了 不回去 老和尚有强调 你弘扬中华文化 最重要的先从孝道开始 人人红道 非道红人 我们的心形跟道相应 跟孝道 跟五轮大道相应 才是红法 不然都偏掉了 你拿着老和尚都不依照 老和尚教得去 你真的是陷老和尚于不义 都让老和尚背黑锅 然后造成大众失去信心了 甚至于对老和尚失去信心了 我们当弟子的都要负责任了 五轮道理要懂 而且五轮做好了 断恶修善 吉功雷德 做不好变成造业 里面都有因果在里面 那我们就要进入感应篇的学习 其实因果跟伦理道德分不开的 你跟伦理道德相应了 那就是几乎消灾了 不相应了就造罪业了 那我们接下来先学习老和尚的序文 吉福消灾之道 老和尚有一篇序文 指导我们学因果教育的心态 那我们下一节课再来学习 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